A-L-A-B-R-T Hello大家好呀 这里是火山社,我是小屎 欢迎收看今天的火山鬼话 自从火山鬼话改版之后啊 我们已经录制了两期节目了 而你今天看到的是第三期 第一期我们聊了一下日本的怪谈 第二期我们聊了香港的猛鬼系列 当然那个系列还没有结束 今天的第三期啊 相信内容你也不会说 美国的CNN曾经评判了世界 七个最为恐怖的地方 他们分别是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 捷克的人骨教堂 日本的自杀森林 墨西哥的鬼娃娃岛 西非的巫术市场 日本的军舰岛 日本就占两个地方 然后最后一个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韩国的昆齿岩精神病院 其实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地方在18年之前 大家并不知道 或者只有一小部分知道 真正让这个昆齿岩 进入了大家视野 其实就是18年上映的一部同名电影 大家才会发现 原来韩国还有个这么个地方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这么多故事 居然还被美国的CNN评为世界七大恐怖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恐怖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正的恐怖之点 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昆齿岩的历史 还有过去的故事 远比这些艺术创作更加精彩 昆齿岩坐落在韩国的金基道 广州市 这个区域本来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偏的地方 人口大概也就两万人左右 在这片区域的群山环绕之中 有着一座占地三千多平方米 三层楼高的白色废弃大楼 这座废弃大楼的前身 就是一座精神病院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昆齿岩 这座精神病院 可以说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没有那些那么恐怖的传说 或者故事 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 过去是一个多么好的 一个疗养身心的地方 其实时间里认真算下来 这栋楼距离它荒废 前前后后也不就它二十多年 那么关于这个昆齿岩的传说和真相 又是什么呢 昆齿岩呢 是90年代倒闭 当时其实剩余大量的病人 就没有办法被迫 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治疗 这个世界上 一家医院倒闭的原因 可以说是有千千万万个 然而关于昆齿岩的倒闭 背后的原因 却是众说纷纭 传说这个昆齿岩精神病院的院长 自己本身也是一位 非常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他甚至招揽了一批 跟他同样有着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的医生 来这个医院就业 于是乎 他们通常会选择非常极端和恶劣的方式 去治疗他们所谓的病人 不少病人在这儿遭遇了非人的对待 更有甚者 说他们还对年轻的那些女病人下药 去疯狂的侵犯他们 最恐怖的是 传说这个医院和一些医药组织 生化组织 私底下是有勾集的 他们经常会利用那些没有家人的精神病人 去做药物实验和生化实验 这些病人长期在这样的生活下 病情当然得到了更大的恶化 或者说可以生不如死 宛如一个人间的地狱 终于这些病人不堪忍受 终于集体在院内策划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案件 40多个病人 集体自杀 然而更奇怪的是 就在这个事件之后 本来是作为整个案件最为重要的嫌疑人 也就是这个院长 突然不见踪影 人间蒸发 就这样呢 群龙无手的昆池炎 因为失去了院长还有所谓的背后的后台 而就此被迫倒闭了 当然关于院长的传说 远不止于此 其中一个传闻 就是从一个声称自己 曾在昆池炎工作的女护士嘴底传出来 这个护士声称 自己因为长期接触生与死的工作 于是自己竟然有了一些特殊的能力 也就是俗称的阴阳义 他声称 他最后见到院长那段时间 这个院长一直被他过去所迫害的那些亡灵 所纠缠和折磨 而院长最后真正的消失的原因 是因为他不堪其扰 而选择了在自己的办公室上吊自杀 然而不管这个昆池炎传出多么恐怖的故事 都不能阻挡时间的流逝 时间很快来到了千禧年 网络也慢慢变得越来越发达 当时的年轻人在网上主要的聚集地 就是各大论坛 其中这些论坛里肯定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板块 包括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关于神神鬼鬼啊 一些闹鬼的地方的探险的一些帖子和专栏 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很多帖子的照片 甚至都来源于那个年代 所以并不奇怪啊 随着探险的人啊 在网上发出了一张又一张自己拍的所谓诡异的照片啊 那些年轻人的好奇心啊 也会就此被勾起来 然后掀起了一股城市探险的热潮吧 而坤齿岩的那些故事啊 自然在韩国也成为了所谓探险界的龙头老大 很多人呢 都会选择带着装备啊 和相机前去探险 而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这样发生的 大家如果看过18年那部电影 一定不会忘记里面的一个环节 那扇打不开的402房间 所有的怪事呢 也就是当他们要打开那扇门之后才开始发生的 而艺术呢 来源于生活 这个打不开的402的房间的原型 其实就是坤齿岩的206号房间 医院倒闭数年后啊 几个少年呢 携带着自己的摄影机前去探险 他们这次探险的目标啊 就是想去探索一下 这个传闻中打不开的206房间 这扇门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根据网上能调查到的信息啊 表面上看 这个206房间啊 其实是整个医院里 唯一一间被紧锁的房门 而这个房门的门把手啊 还被特意的敲掉了 就好像是刻意不让你打开这扇门一样 不但如此 这间房间真正特殊的原因啊 其实跟他过去居住的主人有关 传说啊 这里曾经住着一个 因为战争而导致非常严重心理创伤的退伍老兵 同时啊 他也有着非常严重的暴力倾向 这也是他被关在坤齿岩的主要原因 经过多年的治疗 他仍然没有半点康复的迹象 或者说 也许他内心不愿意康复 所以啊 他自然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更何况是这样一个背景的医院 或许是无法忍受这种失去自由的生活 又或者是因为完全看不到出头之日 这个退伍老兵就在206房间自杀身亡 而随着医院的荒废啊 这个206房间也成为了唯一一间 没有办法被打开的门 当时的网上 确实也没有人成功地打开这一扇门 并且告诉大家 这扇门背后到底有什么 这对少年呢 就想成为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们呢 直奔主题啊 直接来到了206号房间 一行人轮流推门 使出了吃奶的劲想把这扇门推开 可这扇门呢 就是纹丝不动 最后啊 当他们打算齐心协力啊 用肩膀撞开这扇门的时候 就在这一瞬间啊 碰了一声 一个剧烈的撞击声啊 从这个门内向外传出 这个声音啊 就好像有一个火雾 要从门内闯出来一样 疯狂的 大面积的撞击着这扇门 几个少年啊 经理防线顿时崩溃了 当场就吓得花容失色了 于是乎 他们大喊大叫 连滚带爬的 逃出了昆池眼 我们把时间呢 推回到2018年 也就是那部同名电影上映的时间 当时在电影上映之前呢 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一位美国籍的韩国红姓男子呢 对这个即将上映的电影 提出了诉讼 他声称啊 这个电影是一种诽谤 他们私闯民宅 然而一开始大家都觉得 就会不是这种 小众电影上映前的炒作 然而大家惊讶地发现 这个红姓男子 居然是这个昆池眼的真正拥有者 他也是昆池眼医院院长的亲儿子 自此啊 这个昆池眼背后的真相 就此拉开帷幕 这个昆池眼精神病院 真正的学名 也就是官方名称 其实是南洋神经科医院 它创立于1982年 它的创立者 也是这次诉讼这个电影 私闯他们民宅的这个 红姓男子的父亲 我们称之为老红 我们把时间再往回推一点 时间来到2012年 韩国呢 也是一党非常注重去做这些 另一类娱乐节目的国家 他们当时 想做一期昆池眼特辑 他们真正找到了一位 曾经在昆池眼工作的赵医生 经过采访 他非常愤怒地表示 这个红院长 从来就没有任何精神病史 当然 他也没有死于 所谓的被恶鬼缠身 在办公室上吊自杀 导致昆池眼最后 真正倒闭的主要原因 是水源 和所有偏僻位置的建筑 所要面临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这个南洋神经科医院 早年间甚至连一个基本的供水系统 都是没有的 也就是他们没有水龙头 之类这种东西 他们要用水怎么办 必须去下游 或者去镇上 用运水车 把水运过来 然后保证一段时间的生活用水 这样一来呢 不管是医疗啊 还是生活都变得非常的紧凑 没有办法 医院就只能向政府申请 能不能拉根水管到我们医院啊 不然我们都日子没法过了 但是当地政府 一直以下游 是所谓什么水源保护区 然后就一直跟他们磨羊工嘛 完全都没有给他们要解决这个供水问题的意思 直到大概96年的7月份啊 这个老红院长啊 也终于因为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啊 而离开人世 他的两个儿子 大红和小红 成为了这个昆齿岩直接的基层人 这两个儿子呢 长期啊 在海外生活 早就不习惯了这个韩国的生活嘛 也是因为这个供水问题一直没解决 所以他的儿子 并无心接手这一份产业 这也是导致昆齿岩 荒废20多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后来大概是2018年的3月 这个昆齿岩电影啊 也是炉气的上映 这个状告人啊 红氏兄弟啊 并没有得到来自电影方的任何赔偿 因为电影方真正的拍摄场地啊 其实是在一个废弃的监狱里 而不是所谓的他们死闯民宅 然而这场官司啊 最后却以一个双赢的方式而结尾 电影大卖 大家都知道 因为电影的知名度啊 这对红氏兄弟啊 也终于找到了一个 愿意接手昆齿岩这块地的买家 最终啊他们大概以100亿左右的韩元 卖掉了昆齿岩 包括附近的三块土地 兄弟两个呢也就带着钱 回到了美国幸福快乐的生活 然后在2018年的5月30号 荒废了22年的昆齿岩呢 终于被拆除了 现在已经移为了一片平地 什么都没有留下 故事到这里呢 其实关于昆齿岩的大概事件 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然后老样子 大家已经知道火山鬼胯 最后一定要强行啊 强行上升一波正能力啊 可以有 但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随便聊聊吧 我跟大家聊聊 这段时间来 做怪谈的一些感受和心得吧 这里面很好玩的一个点 就是昆齿岩 是被美国CNN 评为世界其他恐怖之一的 然而当这些事件背后 真正真相被揭开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有一点点搞笑和讽刺呢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玩的地方 就是过去的香港 其实当地的那些媒体报纸啊 特别喜欢写一些 闹鬼传闻啊 哪里哪里 死人啊 甚至是一些陶色新闻 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以现在的角度 这些过去的传闻 大部分就真的是一些人为编的故事 稍微结合一些历史的素材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写文章的人 包括像美国CNN也好 过去的香港直播也好 我相信他们不是傻的人 甚至是那一波最聪明的人 那他们一定明白 谣言猛于虎的道理 那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呢 因为这一波最聪明的人啊 他们非常了解人性 他们明白 就是人有的时候啊 不吹牛逼会死 然后人没有办法八卦 别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因此啊 他们会提供一些既有趣又刺激的新闻 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至于那么无聊 甚至啊会提供一些慷慨激昂的论调 让我们的生活不至于没有方向 从古至今呢 历来如此 因为人性啊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怎么办呢 那火山社鬼化的历来的那个核心精神啊 就是不要太上纲上线 随波逐流任其发展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特别要跟大家声明的一点 就是在任期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独立思考 我不是想要教大家怎么做 而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吧 因为回顾这两年的新闻 大家可以发现有很多事例或者人嘛 坏人都在暗流涌动 他们经常会在很多年轻的日常生活里啊 布局一些不怀好意的思想或者事情 来企图影响一些年轻人的行为啊 或者是发展方向 如果每次被牵着鼻子走 那我们未来的生活啊 一定会非常非常被动 比幸福也越来越远 也许还会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最近的灼见吧 就是年轻人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最好的心态和状态 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形容 可能就是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吧 热闹可以凑啊 我觉得无可厚非啊 但是在凑热闹的背后 也要独立思考一下 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或者是不是要参与一件事情 因为最近在做鬼话啦 鬼话这个节目就是容易会引起一些奇异的 经常要跟一些朋友去解释很多事情 就我们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娱乐 大概就很清楚 这些娱乐呢不痛不痒 但有些娱乐呢就不一定了 非常感谢各位看到这里啊 最后又跟大家啰嗦了一波 如果你喜欢火山鬼的话呢 请一定要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你喜欢火山社 请一定关注我们 那就是这样啦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啦 拜拜